作为英美法律的权利 英国其法律健全 律师业十分发达 各种律师事务所更是遍布林立 因此一些法学专业的学生 都将目光聚焦在英国的大学 加之英国在本科阶段即开设法律专业 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只有在研究生阶段才开设 所以对于想要深入学习法律的同学们来说 英国是你的不二之选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法学专业十分强悍的十所英国大学 第一所剑桥大学 剑桥的法学专业比较精专 没有开很多方向 中国的学生主要选择Must of Law 或Must of Corporate Law 本科课程的重点是英国法律 但也会学习其他的法律制度 包括罗马法 欧盟法 国籍法 学生还可以学习法律的理论和社会学方面 如法理学或犯罪学 聘请的授课教师中有身经板战的律师 经受过各种各样的案子 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可以给学生补充非常多的课外案例 学生们上课的法学院大楼 是由著名设计师Norman Foster设计的 他同时负责了Swiss Retour的设计 以及德国国会大厦的再见工作 2. 牛津大学 得益于充足的教学经费 牛津大学的法律博士项目 是整个英语国家里面最大的 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都曾在牛津学习法律 他的法律研究生课程十分特别 是将Tutorial, Seminar和Lecture三合一 形成了牛津独有的授课模式 申请法学研究生时 如果你的本科专业不是经济学 会计或法学 那建议要有相关的专业证书 或者工作经验 在牛津学法律的特殊优势 在于他教会学生如何思考 学生被要求阅读大量文献 并针对各种法律产生的原因 以及这些法律是否有效或需要修改 提出自己的观点 3.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是一个地理位置极佳的大学 坐落在繁华的伦敦市 离英国皇家高等法院 和英国法学会非常近 给学法律的同学们 提供了浓厚的氛围 和很多的可能性 与建桥不同 LSE开设的法学专业 可谓是360度全方位无死角 公开设了113个专业方向 4. 伦敦大学学院 与LSE相同 UCL也位于伦敦中心位置 学生可以参观附近的法庭 受课的老师 也包括知名律师和法官 近距离地从他们口中了解 第一手信息 会让法学的同学 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UCL法学院的校友当中 不乏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 圣雄甘地 和前首席大法官Lord Wolf 这样的大流 5. 伦敦国王学院 KCL是世界顶尖的 综合研究型大学 在英国乃至世界 都享有极高的美誉 它的法学院 是英国最古老的法学院之一 优秀的历史上 它无论是在经验沉淀 还是师资力量上 都是英国数一数二的法学院 6. 爱丁堡大学 爱达是英语国家中 第六古老的高等学府 它是唯一同时身为 英国长征腾联盟 罗素大学集团 科英布拉吉团 以及欧洲研究型大学 联盟成员的苏格兰大学 爱达的法学硕士 采取小班受肯的教学方式 导师可以充分照顾到 每一个学生 该专业除毕业论文之外 不开是其他必休可 可选择公司法 破产法 国际银行与法律实物 人权与冲突解决 等等等等 爱达的法学院位于市中心 举例苏格兰最高形式 和民事法庭所在的 国会大厦集 几分钟步行的路程 7.伦敦马利女王大学 该校所在的伦敦东区 是一个充满历史遗迹 具有多元文化的地区 无论是她的法学毕业生 还是其他专业的毕业生 都广泛受到雇主的青睐 在2014年被卫报评为 学生就业能力和毕业生 起薪最佳大学之一 她的法学院开展的法律课程 覆盖众多专业领域 包括知识产权 国际商务和商法等等 8.杜伦大学 杜伦法学院的学术人员 曾在全英法学院排名第四 9.曼泽斯特大学 曼泽斯特大学法学院 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法律基础 朔克老师都是资深的研究专家 曼大的学生有很多机会 在真正的法律案件中锻炼能力 还可以去法律咨询中心志愿服务 每周还有insessional课程 帮助学生提高英语研究和写作能力 10.诺丁汉大学 诺丁汉大学法律系 必属于社会科学学院 其法律专业在2019年QS学科盘中 位列全球前100英国第十位 在全新的卓越研究框架中 诺丁汉大学法学院研究能力 和教学水平位列英国第六 以上十所大学的法律专业 都十分强悍 当中有没有一所是你的爱呢 在评论区打出来吧